在0比7惨败日本队之后 中国队在大连主场迎来沙特队的挑战 开场仅13分钟 中国队就取得梦幻开局 利用脚球机会 由蒋胜龙投球破门 中国队1比0领先 随后蒋胜龙再次立功 迫使对方球员报复灯塔罚下一人 中国队11打10 可惜随后沙特队也是利用脚球机会 翻评比分 上半场捕食阶段 吴磊的投球攻门可惜击中萌良 下半场捕食阶段 沙特队还是利用脚球机会 投球破门 反超比分 中国队1比2袭败沙特 18强赛前两轮战霸 小组垫底 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 中国足球还能再差吗 我相信这还不是最坏的时候 现在中国足球还不是最坏的时候 一批国家队过去的时候下一批 口罩 再下一批口罩 所以大家要做好的准备就是 近10年至少10年国家队一代归一代 听着是不是很可怕 张璐指导的一番预言不无道理 他说在2015年搞校园足球之前 全中国常年踢球的孩子 据说只有5000人 在国足0比7输给日本队之后 恒大传奇前锋 穆里奇在设媒发文 我无法理解一个拥有15亿人口的国家 为什么不能培养出30名优秀的球员 来代表他们的国家 穆里奇可能不太了解中国足球 其实我们不是从15亿人中找30个会踢球的 而是从5000人里找 要知道日本常年踢球的人数为60万 我们这种基础怎么跟人家踢 三年前我还在日本的时候 正值疫情期间 出门都能看到日本小姑娘在公园踢球 而中国呢 我们的孩子在公园做什么 跟着大妈跳广场舞 这能比吗 能踢赢日本才怪 而越南之前我们还嗤之以鼻的对手 常年踢球的人数也达到了60多万 因此不解决足球人口的问题 中国足球永远没戏